好,下面来控制下这个点的移动,点的移动,那一想控制点的移动呢,你首先要知道这个点的移动的世界跟哪些有关,好了,看一下,这个,也就是说,当我那滑动的时候呢,这个点呢,也要跟着走似的,点要跟着走,所以说我这个点的位置在移动呢,是不是跟我滑动世界有关系? 滑动世界有关系,咱们看下老的,咱们看下老的,老的那个老北京,看老北京了,这个不是动画啊,我一停,脸上也停了,就是说这个不是动画啊,也就是我停在那里,他是不是也停在那里,我走他也走,我停他也停,就是说明这就不是动画,是什么,是计算坐标啊,也就是我一到这个坐标,你是不是又给我计算一下这个坐标,对不对? 好,那现在呢,就要靠什么呢,是不是他的滑动世界啊,好,滑动世界,那现在我们找到我们的一的一文的方法,给他加一个世界,一的一文的方法,好,现在我们添加一个世界 好,给VivoPage,先加滑动世界,滑动世界,好,VP,VP,SAT,点SAT,啊, chuiccinogen list,是不是这个,啊, chuiccinogen list,呢? 好来一下 还是上次咱们介绍的这三个方法 现在我们重新来说一下 再来说一下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页面选择之后的调用 一页面选择完整的调用 也叫做回调 也叫做回调 这些都是接口 其实最高的编程思想就是接口编程 刚才下段有个科目也问到了 其实接口是最通用的 为了让大家理解 后面我尽量的采用这个接口 给大家去做设计 如果有了接口的设计 咱们有些功能就变得非常容易了 就变得非常容易了 你就不需要去一层层的去找 直接有个接口 直接给通信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Pink Slap 这是页面选择完整的调用 然而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页面滑动的调用 页面滑动的调用 也叫回调 也叫回调 这些都是接口 然后我们这里是什么呢 就是页面状态改变的回调 页面状态改变的回调 好 那它都有哪些状态啊 你就看这个Listen了 好 一般是把状态写到 它的程量里了 看有没有 那我就看一下 它的API是怎么介绍的 好 API里面肯定会告诉我们 这个状态有哪些种 而配件是这个状态是吧 这个状态 这个API做的也不行啊 没告诉我是吧 没告诉我就从 要么是从这个接口里面上 要么是从这个内里面去上 好 那现在去 再来找下 躺住了 好 再来弄下 现在呢 我用这个呢 VPSet VPSet 点 这里看一下 这个 我直接用这个类吧 因为它是常量 用常量 是吧 VOP 然后呢 点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 三个状态词的改变 最上面是不是就这个 ScoreState 这一个也是不是脱外 这是什么呢 是不是静止 是吧 这是固定网 是不是 你说固定好之后 是一个状态 静止也是一个状态 然后这是什么 Dragon 拖动也是 是不是三个状态 所以它写的不是很规范 一般情况下 我们把状态写到什么 接口里 是吧 因为它属于这个 世界里的东西 是吧 世界里的东西 所以我们再来一下 好 把三个状态给大家 介绍一下 VOP 就点成了 ScoreState 静止的状态 有可能是状态 存护的 这是静止的状态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那个固定的状态 固定呢 就是椰面固定好之后呢 来一个状态 就是Setting 椰面固定好之后 所以说这个状态呢 有可能是这两个 静止 也固定好之后 是不是也算静止了 所以它也会做状态的等约 所以你可以来 打一下这个状态啊 你可以来打压 你如果想知道 它的状态是啥的话 你可以打压这个状态 打一个状态 如果你想知道 这个状态值是多少的话 直接来个什么呢 直接来个这样的值 双等号 它的值 然后呢 我们再有一个 因为它是整数类型的强量 所以说呢 你不知道 这个状态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你可以 这种写法来写一下 如果它的反复值为处 如果它就反复为处 顺便是不是就这种状态 对不对 顺便就是这种状态 那现在把三个状态值都来一下 其实用守卫器的技术可以做一下 这里是ID的状态 这里是ID的状态 这个就是 好那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现在我先覆盖这个方法 好大家看一下这个状态改变的时候呢 它的调用 调用的结果 好打边logo看 它都不能清空一下 好现在进来之后 现在我能清空 好大家看一下 我在滑动的时候 这个状态只是多很多 对不对 又是什么呢 Dragon为处 刚才是不是静止 静止是不是为Force 是固定也为Force Dragon为Force 当不转的时候呢 它出于什么 是不是固定好了 对不对 固定好了 固定法也算是静止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状态会重复啊 状态会重复 那咱们这个 看一下 这个打印是咱们又犯了毛病了 这个应该 咱们扶着好 是不是没用啊 这个直接就不用了 直接把它注射掉了 这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现在显然这个状态 是不是达到咱们的优秀啊 它是动态结束之后的一个回调 现在我动态是不是 变化过程之后给我回调 那现在应该是哪个 是不是用这个啊 这个是实时变化的 是不是啊 实时变化的 那实时变化的话 大家看下这些参数啊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滑动的当前位置 这是阴面的当前位置 阴面的当前位置 阴面的当前位置 好 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Present of set 这个是什么呢 比例值 这是个比例值 什么意思呢 看下效果啊 现在呢 我可以这样来写 现在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 然后呢 我可能就来一下 这给它揪一个过来 假设现在有两个页面啊 现在我这个页面 开始滑动了 开始滑动了 滑动到 从这里滑动到这里 是不是它是完整的一个单元 对不对 完整的单元 我从这里滑到这里 比如说滑到一半 它其实就是百分之五十 滑到这里 其实就是百分之七十五 明白了没有 它是个比例值 是不是从百分之零到百分之百 明白了没有 百分之零到百分之百 好 这是这个参数啊 然后呢 下一个参数 再数一下 下一个参数是 培训的offset pixel 这是什么呢 这是偏移的像素 偏移的像素 偏移的像素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像素为单 不是比例值的 比如说我滑到这里 滑到一百个像素 我滑到这里 滑到两百个像素 明白了没有 那现在呢 我应该用哪个字呢 是比例值合适一些 因为它的间距 是不是就这么小 对 间距就这么小 那既然用比例值的话 咱们要算一下 这个比例值 应该用对谁 往上比例值啊 现在我画条线 这个线太粗了 画条细线 好 这是一条线 这是它的七十位置 是不是啊 当我的变化的时候 又变到这个位置 这 我这们两个线 之间的距离 是不是就是一个单位啊 如果百分之百的话 是不是刚好 红点移到这个位置了 是不是 好 那现在呢 这两个间距 都不是谁啊 是不是两个点 之间的间距啊 是不是两个点 之间的间距 那两个点 之间的间距 这个不是两个点 之间的这个间距啊 这个是 主罗边的间距 是不是主罗边的间距 它不是说 是这个间距啊 它不是这个间距 不是这个间距 而是什么 是不是两个点 主罗边的间距 因为这个红点 要移到这里 是不是又移动 这么个距离 我也想计算比利时 比利时已经 给我传递过来了 所以说我还要知道 这件事情是什么 是不是两个点 之间的间距是多少 那两个点之间的间距 咱们又是动态的 你看咱们是不是 都是像素动态 转换出来的 看一下 刚才咱们 专门做了一个像素的转换 这里 那转换出来之后 我这个Lab的 是不是也是个动态 之下 那动态之后 我是不是就不知道 是多少了 所以说我要动态求一下 怎么说动态求呢 就是你步骤完成了 我就可以知道 你这个组件的位置 摆放位置 摆放位置 好 大家看一下 网络有个界面的监听 界面的监听 所以说我把那个监听呢 写到这个实践里面来 好 这是监听谁啊 监听布局完成的变化 监听布局完成 怎么个监听话呢 任何一个VIO 都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方法提供给谁呢 提供给这个VIO里的 好 它里面有个什么方法呢 getVIO2 干的VIO3 大家看啊 是VIO里的方法 VIO里所有的每个空间 都可以去调用 好 这个方法呢 用来干什么呢 顾名思义 VIO3 是不是就是VIO的 一个树心结构的 一个观察者 也就是当你的VIO3 为什么叫做3呢 因为咱的布局界面 是不是就是一个树心结构 是不是就是一个 这是个根捷点 是不是就像一个树心结构一样 大家学过XML XML是不是就一个文档树 这是两个树根 一个XML是不是只有一个树根 对不对 好 这是他指标里 所以他把这个当中的树心结构 也要去作为观察 那观察树心的变化 也就是当你的布局完成了 这个树心结构送出来了 我就可以监听它的变化 来个什么呢 ADDR Global Day of Tradition 加个什么呢 当全局的布局完成的一个接近回调 当你全局的布局完成了 我就可以回调一个结果到这里来 回调一个结果到这里来 好 这里来个 这里我先来个打印啊 好 这 布局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看这个事件是否成效 好 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给它那个顾虑 Out System.out 是不是布局变化 对不对 布局变化 然后呢 当布局在改变的过程里面 它也会回调 好 让它看 是不是也是布局变化 对不对 只要你布局变 它是不是都会回调 那我们看一下效果 也就是说 我这两个灰点之间 你不管是怎么滑 它是不是固定是这样 也就是你在这里的滑动 是不是不一定像我这两个灰点之间的距离 所以说我只监听一次是不是就可以了 没必要每次都监听吧 所以说我只要监听一次 那我在这里面应该改什么呢 我只要监听谁啊 这个布局已经变化了 我就给获取是这样 找线性布局 点 Gat 72 F1 这是第一个点吧 第一个点呢 Left Gat Left 是否或者是 左点的坐标 刚才我们看过这个图了 是不是就是左点的坐标 然后不知道第一个点是不是就是这个点 第零个点是不是就是这个点 那就是第一个点是减去第零个点的左边 是不是就是它的间距 就是它的间距 那也就是说第一个点的左边 在减去谁啊 在减去第零个点的左边 是不是就是两个点之间的间距啊 Gat 72 F0 0的GatLeft GatLeft GatLeft 好 这个就是这两个指的指差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间距 好 这个间距呢是什么数据类型呢 呃 这个是 好 这边那个英词数据类型嘛 这个DX 这个PoInt的 就是PoInt的B4TUS 点的间距 是不是就是英词类型啊 那现在我给它移到成员变量 好 再让我们来 好好找啊 您在提示的时候输一个买 全部都提示出来了 好 找到成员变量 好 那我一次获取掉之后呢 我可以来打印一下 获取掉对不对 好 给我们用它先打印 得了 好 反正等下我把它删掉 打印这个值是不是就行了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值能够给它打印出来 是不是20 因为咱们这个屏幕是不是就是 像素和社会像素 是一比一的关系 我现在是10 这个 卷项的直径是10 间距也是10 是不是就10 是正确的吧 正确的 那既然过去的 这个正确值了 我就没必要重复过去了 那这里来个什么 是不是取消观察 取消观察就行了 没必要每次都观察 没办法的 那取消观察也是一样的 啊 V Point 点 Gat Vo Ober 点什么呢 人物 Global 啊 雷尔斯 你什么 这点来个什么呢 是不是这次是不是就搞定了 这次再把它们建议计划 好 一除掉 过去没关系 一评一下 好 我看一下 小文 好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打印一次就搞定了 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没打印 是吧 它其实就一次就搞定了 我把那个打印删除掉了 其实就一次就搞定 因为我预计一次 是不是就取消了 好 这个间距一定有了 那间距一定有了 刚才两个比例值也有了 我这个点的位置呢 就很确定了 是吧 好 点的位置我就好 确定谁啊 确定红点的位置了 是吧 好 确定红点的位置 确定红点的位置 那 确定红点的位置 主要是改变谁啊 是不是红点的左间距啊 主要是改变红点的左间距 就是V point.dat layout参数 现在我要获取到红点的布局参数 红点的布局参数 好 这个红点的布局参数呢 我要获取到它的一个字 点什么呢 它有一个什么呢 left left market是吧 marking left 这个是Vivo Group 对不对 我们应该选择谁啊 它这个红点 它的副空间是怎样 它的副空间是不是真布局啊 是真布局啊 所以说我应该把它改改 这个是frame layout里的 frame layout里的这个字 是不是 把这里拿给强转 拿给强转 好 from layout里 那这个 layout就是什么呢 是不是有个left market啊 是不是走间距啊 咱们在定部局的时候 是不是左边的就是marking left 只不过它是切斑了是不是 叫love的marking 好 这个字应该等于多少 是不是等于这个间距 间距是不是乘以它的比例子啊 是不是乘以它的比例子啊 间距乘以多少呢 乘以它的offset 你是0它是不是就不动 你是1是不是刚好移动它的距离 好 那现在我把这个 这个作用域太窄了 给它弄到成员变量 成员变量 好 弄过来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现在我把这个offset给它 这里是浮点数给一个整数 是呢 不能把一个浮点数转的转的 这时候我们要给它呢 45入是吧 好 mess.run的45入就行了 好 45入 好 那设置完之后呢 再来设置是怎样 因为签数改变了 是不是重新给它 set the layout parameter 是不是再把这个 签数值是不是设置给它 好 现在我看一下效果 行 好 跑起来 好 现在我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可以了 是不是 好 现在就可以了 好 一到 又跑回来了 什么效果 它为啥 它又跑回来了 不是说没有反复者 现在我一到第二个界面的时候呢 它一停止 是不是又开始 接下第二个界面的比例子了 第二个界面比例子了 是不是零啊 零可以看是不是也是零 所以说你应该再加上谁啊 是不是加上这个位子啊 是不是再加上它的位子啊 因为它的位子是不是已经变化了 所以说我的干嘛可以怎么写呢 是不是这个pression pression 是不是加上offset 然后再乘以这个距离啊 是不是啊 数学又不行了 是不是就这个 刚开始零的话是不是就零啊 零四零是不是还是零啊 当我滑入到第二个界面是不是就变成一了 一加上零 一加上这个零是不是就还是一啊 左边就是一个间距了 这个 看大家数学不怎么样啊 所以你选英文看法就选对了 如果选游戏看法 你一年会掉一半的头发呢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大家看是不是就可以了 滑过来 是不是跟得动了 现在就可以跟得动了 这种效果就OK了